世界杯之后,身价暴涨的四位球员,最低一亿最高三亿,都不一定带走姆巴佩,世界杯最火球员,年仅19岁,两立进球彻底送别阿根廷,超强的天赋,堪称大罗接班人,这个图片可不可以说成巨星的传承呢? 卢卡库,小组赛的火爆表现,证明卢卡库只会略菜,淘汰赛正是他的助攻,独秒绝杀日本,谁还会再说他不堪大勇,开恩,连续两届英超最佳射手,世界杯金靴的最有力竞争者,出色的强点,全面的技术,我想世界杯之后,将会是各大豪门封抢的对象,内玛尔,世界第三,在梅西斯罗走了之后, 最大牌球星,淘汰赛的表现也对得起他的身份,世界杯之后黄马会直接违约金,从巴黎带走内玛尔吗?